今天有没有乖乖的 有 真的 走 老板 剑柄 我这个剑柄啊 要是能让天赐王大人尝到 那我死都值了 别烧气 天赐王大人 马上就要尝到了 那天赐王大人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 不要对天赐王大人不敬啊 我都送 林梦 小萌 没事吧 谢谢哥哥 真乖小萌 有没有受伤啊 有没有事啊 我没事 谢谢 谢谢你 没事 再次注意 是你敢当我啊 我腻歪了 我 他怎么赔 在闹市区开快车 你敢求他呀 像你这种穷乖 我让你赔 只看得起你 给你脸了 滚 你活腻歪了呀 你活腻歪了呀 你敢动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所以你是 你给我等着 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在江中 混混下去 你活腻歪了呀 你活腻歪了呀 Š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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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Š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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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Š�Š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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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天色王 现在报复 你是 我嘴下 饶了我们天色王 是 别再让我开紧你浪费用事 谢天色王 我见到天色王了 子强 调查一下我刚刚救的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 我知道她们的全部 是 首先明白 另外 江州回首小三已经开始投备赢的接风院 届时会把药抢汗发送到各大家族 时间则是三日之后 清 江州回首小三已经开始筹备您的接风宴 届时会把药抢汗发送到各大家族 时间则是三日之后 清 父亲 你老兄 你这个逆子 家主之为何人杀害自己的父亲 杀害我一父一母的亲大哥 你这个畜生 父亲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这猪狗不如的东西 我今天就要为我的亲大哥报仇 不是我杀的 真的不是我杀的 两哥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这一定是误会 张叔叔 你们放过他吧 人争物争俊赛 不是他还能是我吗 来人 把他的狗腿给我打断 猪狗将就 动手 不 绝对不是我哥 绝对不是 你 啊 我哥 哥 哥 只有小旭 还有他想想 心如今我回来了 五年前的城 也该扫一扫 紫霞 北冲 去陈江 赵海晴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儿不欢迎你 张家是江州三大家族 张家看上你的妹妹 你老老实实奉上便是 何苦要被打断双腿 真的是旧游自取 看张家强取豪夺 寄予我妹妹 陈云的美色 我们难道就应该 老老实实地奉上吗 没错 你们陈家 被他们三大家族 谋夺家业 那是因为你们陈家弱 他们强 弱肉强食 活该如此 后来你们屡受打压 沦落至此 只怪你们不识好歹 不肯投降 张家看上你的妹妹 你们就乖乖奉上 本就是弱者 对强者应有的臣服 这天底下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 相识一场 这两万块钱 给你拿去治病 以后张家要什么 你们乖乖奉上 还有一条活路 这是我给你们 最后的助力 这 这是你们陈家的命 你们就得认 这 就是你们陈家的命 你们就得认 这命老子不认 哥 你还活着 爸 你看到了吗 小月哥哥还活着 哥 小月被张家抓走了 陈离 你竟然还活着 什么 看到我活着 你好像没事 还行 还行 陈离 你走吧 我已与陈家退回 陈家与我赵家 再无关系 谢谢 算是我对你的武装 以后别再来找我 我怕三大家族的人会知道 这就是你的命 你得认 这命 我不认 既然你还活着 那你回来是要干什么 是觉得自己这些年 长了些本事 能跟我们三大家族抗衡吗 三大家族 代替当年的陈家 成为新的三大家族 就是你的目的 哪怕看到我弟弟双腿残废 家破人亡 我妹妹被你什么狗屁 张家卢 要是你们命剑 既然跌落尘埃 却要甘为蝼蚁 你陈家 怨不得别人 假若你赵家 被更强者 强取豪腿 又该如何 陈李 你不是以为说几句话 就能打败我们吧 你以为在这小小的江州 只手遮天 三大家族就能高涨无忧了 在这江州 我们就是天 何等马上就要攀上天策了 到时候那是何等的高棍 全天下 我们都是天 好 希望你记住你说的话 永远不要厚 蝼蚁之人 安置我的命 去把李鬼兽给我喊来 为我弟弟医治 属下遵命 至于那张家 我亲自去 此邀请韩之争 我特意邀请了江州市首 蒋三爷主持 我也有何想法呀 此次天字王立临江州 这宴会邀请韩 我刘家势在必得 你要 你当我张家不存在吗 这可是天字王大人的宴会邀请韩 拼不清云指日可待 别说是小小的江州 就算是整个大选 我也不放在眼里 怎么可能让你想去 当我告诉你 我张家势在必得 为了得到天字王大人的青睐 我张家不惜散尽万贯家财 也在所不惜 满嘴大话 也挖上了舌头 晚辈有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们三大家族 作为江州的顶级世家 我认为 说是江州之主 也不为了 这邀请韩 何必争个你死我活 让外人浑水摸鱼呢 说得好 算命的说 我是一将功成万古 往日我不认同 但今日 得到邀请韩 害所不惜 喂 爸 我跟你讲 我今天见到天策王了 你再说一遍 我见到天策王了 我而见到天策王了 上天有我张家 我张家以后便是江州的天 天策王的天 恭喜张叔父 张哥 恭喜了 坐坐坐 我三大家族同气连之 共同进退 我张家 是不会忘记诸位的 来 打开 为了不上国情 我贴一个彩头 谁要是能拿到天策王宴会的邀请函 谁就能和这个小妮子共度春宵一晚 你们在这 别看这小妮子性子烈 她可还是个厨 要是跟这样的小野马共度一晚 岂不快 这位小美女据我所知 是昔日陈家家属之女吧 爸 这小猎马我看上了 别跟我巧啊 各位叔父 只可惜回见女儿时 无法享受此等宴 无妨 带回去 当个小猫小狗羊羊 也是另外一种情绪啊 那倒也不错 那海晴 就谢谢各位叔父了 这种海晴 你前世我看错了你 几尘加入 就 就挨打 这是世间的规矩 要怨就只能怨你们全家 可悔 我不认又如何 那我就拿到你认 来人 把她衣服给我扒了 别碰我 别敢动她的密封群叫 小云对不起 哥来了 张凤 你好大 敢动我妹 你想 陈礼 你竟然真的敢来 原来是陈家的那条丧家之犬 几年不见 你这口气可变大了呀 找死啊 我侍夫妻我妹妹 薪酬就和一起算 今日 三大家族 东 多年在外 以为自己混出了什么名堂 还妄想敢挑战我们三大家族 真的是楼椅看天 吃人说梦 你陈家如日中天的时候都未必做得到 你现在一条丧家之犬 我能噎死你 我劝你还是不要自讨苦吃 若是你肯做条狗 我赵海琴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他可以保你妹妹和陈家人一条活路 留我一条活路 你 你跟他废话 你我看 他 绑在这笼子之上 让他亲眼看 他的妹妹被人玩弄 还是你会玩啊 我先替各位品尝品尝 江州第一美女的滋味 走开 我说过 我灭你全家 法主 敢当酒的面杀我他 陈家是绝后 放 没想留你一条狗命 没想到你竟然敢行手 我劝你还是乖乖跪下 向在座的各位叔父磕头认错 自尽于此 这样我还能保全你妹妹和陈家其他人一条活路 赵海琴 你何必惊心作态 我这是在救你陈家的命 救我陈家的命 你不过是为了满足你高高在上的虚荣心 我陈家既为蝼蚁 何须你来救 是 三大家族 无一人可活 不知道呢 还以为是天策王大人立临 一个陈家的亲 师父的狗狗 也配在这里大放居子 三大家族无一人可活 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吗 面临的是江州的天 江州的王 我一声令下就可以让你陈家鸡犬不顶 那今日 折迁 真的是自作孽 你真是狂妄 没关系 我不像当年杀你爹一样 一刀一刀地把你肉搁下来喂老 动手 爹 是谁带我张家行凶 活得不耐烦了吗 小兔崽子 我而面见天策王回来了 张家以后便是这 江州的天 江州的王 更是这 大权的王 天策王 什么 天策王来了 张少 您怕是见过天策王之后 天策大人的余威犹在 才让您看花了眼吧 哪有什么天策王 找这个猪子贵会 是不是要花了 再给我丢人嫌疑 还不给我起来 爹 爹 那是天策王 天策王 天策王高大无双 威武霸气 你刚见过他老人家 他伪暗的形象烙印在了你心中 但你也不能看见个人 就把他当成天策王啊 你说他是天策王 可不可能 就是 这个陈家咋总会是天策王 我就是下一任天策王 爹 爹 爹 你信我 他真是天策王 他真是天策王 你现在跪下 自财于此 张家还有的救 你在说什么 他会是天策王吗 那就是陈家的一个余孽 让我给他下回 还让我自财 胡逗了吧你 你们若是听他的 现在跪地自财 许你们一族一条黄 对吧 您就听王爷的吧 你就听王爷的吧 闭嘴 那个逆子 你现在这种表现 日后怎么继承我张家的旗 诸位 权子 今日有些势力 日后 我定严格管教 既然 你先除掉这个小兔崽子 来人 给我把这个小畜生弄起来 打断四肢挂于张家门口 以邪我张家之威 爸 不要 不要 爸 他真是天策王 他真是天策王啊 我亲眼所见了爸 爸 你信我的 你现在给他跪下 跪下我兴许还有的救啊爸 张少 天策王是何等的人物 他可是只身一人镇压北疆五年 毫发无损 一人一刀便是大英十万铁骑 闻风丧胆的盖世英雄 是我的心中所属 梦中所幸 岂会是这种人 张少 请你不要自悟 叔叔 你们要信我啊 你们要信我 不然 真的会出人命 令公子 可要好好管教管教 这般姿态 这日后的张家 必然凋零 笛子 我要你何用 给我动手 等会 想杀我 他们恐怕还不够 大好玄职 五年不见 本事确实有长期 但是凭此 你觉得就可以在我张家张狂了吧 不够 葛长老何在 张家长 找我何事 把你的脑袋给我拧下来 小畜生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葛长老出手 杀你 犹如杀鸡 葛长老 张家第一高手 先天之计 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 自财于子 或许这样 你妹妹还有一线生机 不然你死后 你妹妹沦落到大街上卖身 被乞丐侮辱 那就不好了 葛长老 帮我秦杀此 日后 我见了天侧王大人 登上了大旋之天 我许你 一世荣华 多谢张家主 先天之计 楚姬王 还有没有什么张长老赵长 如果没有 该轮到你了 葛长老 葛长老是先天之家 你个小畜生 怎么可能杀得了她呢 你你 张风 想好怎么洗 爹 爹 那是天子王啊爹 闭嘴 你个逆子 谁说这 你杀了葛长老又如何 现在出来混 靠的是家族的实力 是背景 是说 蒋三爷马上来了 还得死 蒋三就是你最大的依仗 那我都要看 这蒋三 敢不敢为你撑腰 蒋三爷到 蒋三爷来了 死定了 陈里 刚才你不听我的话 现在没有人能护得住你 哥 你先走吧 别管我了 能再见到你 我死而不害了 小畜放心 哪怕是他蒋三来 也唯有贵妇 小畜生 就算你再能打 你斗过我们三大家族 背后的全是 你终究还是一只楼鸡 外界 拜托杨三爷 三爷 你打架光临 真是我张家的荣幸 有时远迎 还请三爷恕罪 吵吵闹闹 所为何事 三爷 就是他 这个亡命之徒 闪传我张家 他不光 缴了我张家的宴会 你冲手行凶 请三爷 为我做主啊 还有这等事 简直是无法无天 天侧王大雁在即 杀人行凶 岂不是 再给天侧王大人上点药 我倒看看是何人 胆敢侮辱王爷之谓言 三爷 就是他 小子 三爷一到 还不跪下受死 尚武贵 他敢受吗 张三 你倒是威风八面 大胆 一个小畜生 敢知乎三爷的名讳 三爷 这个小畜生 胆大妄为 滥杀无辜 还请三爷出手 为我做主 多谢三爷 神为何在 将此贼 辱杀 你个畜生 你个畜生 给我闭嘴 三爷 你这是为何呀 爹 你就别再执迷不误了 你自毁生路 咱们张强 还可活呀爹 你脑袋被驴踢了 我看你脑袋才被驴给踢了 三爷 到底怎么回事 神大 你的狗眼 看看他是谁 他 三爷 他不过就是个丧家之犬 是世杀亲父的小畜生 陈家的余孽们 张三 三大家族 囚禁梁家 公然拍卖 这 该当 按照大旋律法 囚禁梁家 公然拍卖 墨书家产 充军 好大的胆 你们家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还有没有我这 蒋三爷 三爷 他就是 这个 世杀亲父的小畜生的妹妹 卖就卖了 何必大动干活呢 你这 一个混账 陈先生 在江州地界 发生如此 丧尽天良之事 我一定给您个交代 他就是个丧家之犬 我们三大家族的狗 你怕他干什么呀 你这 就是呀 三爷 您贵为江州士首 这整个江州城 一虎百云了 这为何要给他交代 来人 给我张嘴 不是 如果不是 天策王大人 接风宴在即 不宜杀生 今日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还不赶紧跪下 给陈先生 陪你道歉 三爷 你是不是糊涂了 让我们三大家族 给这小畜舍道歉 那跪下 不跪是吧 你们三大家族 从此 江州除名 不跪是吧 你们三大家族 从此 江州除名 跪 跪 陈先生 听不清 大听声 我错了 陈先生 我们之前 请您原谅 如果道歉 有用的话 还要法律做事 唐三 你不要这么当事 陈先生 你看 该如何处置了 三大家族 自取 江州的天 江州的王 西南霸女 一梁为昌 无恶不作 按照大旋律法 当斩立决 有 立 小畜舍 你敢 这便是 你让我调查的 那位小姐 有消息了 她是您的妻子 您还有一个女儿 叫陈灵萌 她们情况悲急 你说什么 我马上回来 今日我暂且 留你们一命 三日之后 再来起 三爷慢走 小畜舍 还有蒋三 三大家族 从来没有受过 如此的欺负 从没有过 你小子怎么 还和蒋三 攀上了关系 是我小瞧了他呀 钢兄 我们该怎么办呀 这三日之后 便会来取我等着性命啊 我们三连加彩 跑吧 好 怎么跑啊 天侧王的欢心 蒋三算个屁啊 两三刀手 就是我们三大家族的狗 对了 还有那个小畜生 我要把他千兜万花 说好 只要攀上了天侧王的关系 哪怕是 给天侧王 胆口 胆口 哥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紫霞 属下在 小云劳累过度 你派人把他送回去 好好照料 属下遵命 王爷 您的妻子 我亲自去 属下来吃 请王爷责罚 你的确该死 我今日没空理你 自弃领罚 三日之后 我要三打交 你若再敢徇私往返 我和他们一起去 滚 多吃点 妈妈 你都瘦了 你啊你 还是你吃吧 你怎么了 爸爸多久回来 班上的同学都说我没有爸爸 是个野孩子 你爸爸他 看看看看 这有钱吃饭 没钱还钱呢这是 你还来干嘛 欠你的钱 我已经还清了 看嘛 你们再不出去的话 我就报警了 你们再不出去的话 我就报警了 嗯 报警 报警 告诉你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警察来了也没用 我欠你的钱 已经还清了 你还想怎么样 还清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还那笔钱 应该只够利息 本金呢 本金什么时候还 你 你无耻 无耻 拿来 看好了 这上面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难不成 你想赖账啊 啊 我真的没钱了 你能不能放过我们母女 文虾没关系啊 我赵家产业遍布无数 我看 以你姿色和相貌 如果拿去卖 是会有很多人捧场啊 哈哈哈哈 休息 臭表情 我告诉你 我来这儿不是来跟你讲条件的 要么今天还钱 要么就去卖 自己想清楚 你等我妈妈 走开 我告诉你 你家小宝贝很可爱啊 我想你应该不希望他和你一定要受到非人的代理 罗维基别小乞丐 嗯 嗯 嗯 我们真的没钱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母女俩 好不好 我也想帮你啊 可谁叫你 得罪了我们赵家 又得罪了三大家族啊 哼 你说你当初 要是不去救陈家那个畜生 怎么至于会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啊 啊 哼哼哼 要不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今天 把咱哥几个伺候的舒舒服服呢 然后跟我走 啊 我保证 你那小东西我一定会放过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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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很仁慈 你做梦吧 你 哼 行啊你 啊 够烈呀 没关系 我喜欢 快点啊 把他给我按住了 哈哈哈哈 我今天都要看看他嘴硬 还是我这骨头硬 啊 救命救命啊 他落咱们手里了 今天咱就放开了玩好不好啊 哈哈哈哈 给我上 放开我 救命给我 那我爸爸回来 走别你们 喂 小东西 你不要忘了 你那个蠢爹已经死在外面了 你已经没有 哎 如果你小爹的话 我可以当你爹呀 我马上当你爹 你等着啊 等着 哈哈哈哈 救命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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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他 我让你死 你是哪个小变色啊 啊 敢管我们赵家闲事 不想活了吧你 不是 啊 蛇那是你 啊 行行是我 我回来了 我说你小子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让你滚听见 啊 我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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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死灭三 可偷心老子是不是 行 又走 哥几个 这个家伙给我剁嘴喂狗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猜回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搞了半天 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陈家畜生 还挺能打的 告诉你 老子背后站着的可是罩子 你能打又怎么样 能怎么样啊 哎呀 我警告你们啊 你们要是真敢动我 你们会受到赵家最残酷的报复 我的手 我的手啊 我是赵家人 你们疯了吗你 我是赵家 陈离 赵家胜利大 我们斗不过他们的 谢谢 医生 赵家 紫霞 属下在 传我命令 查抄赵家在江州以外 所有资产 我要让赵家 死在江州 谢谢啊 谢谢啊 这新闻 你烧我一下了 我以为 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没有没有 我回来了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和林某 受半点委屈 林某 你知道 他是什么 哥哥真的是爸爸吗 当然了 来 爸爸 小林某 真乖 再叫一声听听 爸爸 王爷 我们已经联系了李鬼手 来为陈旭少爷医治 杀父之仇 灭门之恨 三大家族 三日之后 我定讨回来 雪青凌王 我亏欠他们实在太多太多了 子强 我陈家有件家传珠袍 是历代家属赠予妻子的信物 传我令下去 定要找到死物下落 我要让雪青带着死物 参加接风宴 让他们母女俩 享受天侧王的绝世荣光 是 陈离 大晚上的你带我来典当铺做什么 你是不是没钱了 这件衣服还没脏 要不我们拿去退了吧 放心 我陈家有件世代相传的宝物 因为我的原因 沦落至此 现在我想赎回来 送给你 是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二位 这就是你们要的东西 好漂亮啊 就是此物 此物明明奉心 据我父亲所说 它是世间最后一只凤凰的 心头血凝聚雕琢而成的 也是我陈家家主 世代相传赠予妻子的宝物 老板 开个价吧 这奉心可是我们典当铺 镇店之宝 其珍贵无比 就算是那海洋之心与这相比 也黯然失色 世间再也寻不到第二景 您确定 陈离 这么贵重 你送我的十几块项链 也一样好看啊 你这么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不过 我这千灵亏欠你这么多 自然是要给你最好的 老板 此物本就是我陈家之物 我自然清除其价格 你开价吧 您诚心要 那 这奉心 我要了 老板 开个价吧 您诚心要 那 开个价吧 这位小姐 是这位先生先来的 我知道是他先来的 那又如何 刚才你也听他说了 陈家 他陈家早已不是当初的陈家了 这奉仙 珍贵无比 他出不起价格 而我赵海晴 赵家家住 江州三大家族之一 家庭 赵家 春丽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是 你怎么知道我出不起价格 这就是你老婆呀 真漂亮 可惜呀 跟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 桀骜不逊 不懂得审时夺势的 自以为在外面闯出了些许名堂 便敢不知天高地厚 得罪我三大家族 我念在昔日一片旧情 本想救你 没想到 你却明完不理 还敢在我三大家族的宴会上 动手杀人 真的是无药可救 如今 又盯上了这奉心 想必 也是为了讨好天策王 狗狗吧 赵海晴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小生命 藏真是风姿 开个价吧 这奉心 我定要亲自献给天策王大 十个亿 行 我要吧 十亿 我加亿 十一亿 开个价吧 这奉心 我定要亲自献给天策王大 十个亿 行 我要吧 十亿 我加亿 十一亿 您确定是十一亿 口气真不小呀 十一亿 你能拿得出来吗 七七十几个亿而已 倒是你 你能拿得出来 好呀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奉陪道 我出十五亿 二十亿 陈李 你是疯了吗 没错 他就是疯了 陈李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成为你们 便是成熟 这世间本该如此 这世间上 除了天策王一人 他不需要遵循这些 因为天策王 就是世间礼法 世间的道理 只可惜 天策王只有一个 而你 不是天策王 你也不配是天策王 还记得那句话 希望 后悔 绝不肯 我出三十亿 你不是不服吗 证明给我看 四十五亿 五十亿 这奉心 我定要亲自献给天策王 陈李 要不我们走吧 好 听你的 我们走 陈李 终究还是我赢了 就算有蒋三给你撑腰 也无济于事 我等马上就要 攀上天策王了 到时候 我定会亲手 将你和蒋三 打入深渊 希望明日的你 还能如此自信 走 我刘家 已经为天策王大人 准备了一份厚礼 只要能入得了天策王大人的眼 这一切都值得呀 我张家作为三大家族之首 也为天策王大人准备了一份厚礼 加之 犬子之前 有幸见过天策王大人 相信天策王大人见了之后 定会对我张家青睐有加呀 我张家 也会凌步轻云 但是我张家 绝不会忘记诸位的 哈哈哈哈 海青 你准备了和我 我要将这奉心 赵家家主赵海青 一同献给天策王 好 还有如此办法 赵家家主果然好破裂 以赵家家主这绝世容颜 搭配上这奉心 相信天策王大人见了 也一定会迷花了眼 死招一丑 很远 如果你成为天策王大人的提携 我张家 能为你师尊 我刘家同样 二位是我的长辈 海青绝不会忘记 哈哈哈哈 清清 清清 为什么 为什么 对不起 是我忽略了你 我只想到对方是三大家族 只想到了灵梦 却没有想到你的感受 是 这些年来 都是你在照顾灵梦 辛苦你了 明天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从明天开始 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们母女俩了 是 江州 江州张家送金条二十箱 价值五千万海洋之心项链 千年御灵之一出 王羲之真迹一谱 驻天策王神威齐天 威震九州 江州 赵家送来金条十箱 价值一亿 奉官一顶 五百年天山雪莲一朵 外加绝世真品 奉仙 赵家家祖 可天策王不嫌弃 我赵海琴愿为鱼为壁 终生侍奉天策王 只可惜 天策王大人看不上你这个高高在上 鸟是众生的你 是谁 只可惜 天策王大人看不上你这个高高在上 鸟是众生的女人 陈礼 竟然是你 陈礼 这竟然是天策王的宴会 我们没有邀请函 你拉我来这干嘛 当然是来新家宴会的 你怎么会来 怎么 我不能来 你说呢 这个是天策王的宴会 汇集了整个江州顶级富豪 在场的各位 哪一个不是家财万贯 哪一个不是富可敌国 为了得到这张邀请函 我们不惜倾家荡产 调义族天策王的英容 而你 你要丧家之权 想来就来 对吗 你有邀请函吗 你该不会是感觉自己有点拳脚 要硬闯我们天策王大人的宴会吧 今日 如果拿不出邀请函 我就问一个是 硬闯宴会 天策的高下 我没有一死 逆贼 找死 我想来就来 何需邀请 今日宴会 不用邀请函者 唯有天策王一人 你是吗 蒋氏手到 天策王宴会 如此过躁 成何地图 天策王宴会 如此过躁 成何地图 蒋氏手 三爷 我错了 你饶了我 我现在就给这位 陈先生 磕头道歉 算你实相 还不快 怪你个头啊 你还想压我 实话告诉你吧 我儿 已经面见了天策王大人 天策王大人 对我儿 青睐有家 我张家 那是一步登天 小小个尸首 跟你跪我 张峰 你这是在 多死 爹 爹 爹策王 爹策王大人 我已经和他 就是他 没有一点关系了 你可以将 张家灭杀 但是爹策王大人 你可不可以 饶了我 爹子 你怎么又在互说什么 爸 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 好 是你这个小畜生 我蛊惑我儿 我今天又活寡了你 诸位 天策军 为我的将士们 贼 擅闯天策王宴会 还 冒充天策王本人 诸位将士 赶快出手 将他输杀啊 陈礼 我三番五次劝 你却执迷不悟 这次 你也该认命 陈礼 我们 我们还是走吧 丑 往哪儿走啊 这位将士 你们还等什么呢 动手啊 你叫我的兵 来杀我 岂不可笑 你叫我的兵 来杀我 岂不可笑 你的兵 诸位将士 听听 他现在还在冒充天策王大人呢 诸位将士 此事不出手 更待 何时啊 陈礼 天策王是我仰慕之人 是大旋的守护神 你一再辱他 今天 我就要看你被刀刀斩尽 任任朱绝 方可结我心头之恨 被你喜欢 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陈礼 你放肆 跟玩了 还不动手 更大何时啊 陈礼 这是要害死我们俩吗 得罪了三大家族也就算了 现在还得罪天策王了 爸爸我不怕 爸爸就是天策王 林默真乖 真从 林默 别胡说 今日大典 本王来了 众将士听命 莫将在 拜见王爷 拜见王爷 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拜见王爷 千岁千岁千千岁 既见天策 为何不贵 必见天策 为何不贵 陈礼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然让两个贱兵 找天策王大人的王位 如此描述权威 你干他何罪 王妃安心便是 不过是一些杂碎而已 我坐我自己的位置 有何问题 这意思是 你就是天策王了 对 我就是天策王 你冒充天策王 你简直是胆大包天哪 陈礼 你别忘了 你就是陈家的一个气子 而敢于 天策王这番高作与 九天之上的 烈羊相提并论 可如今这浩瀚烈羊 就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却自出双目 游饮不诛 鱼不可及 陈礼 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 你们还出言不逊 不知悔改 罪上加罪 王爷面前 还不快快跪下 一嘴巴三 我给你面子 喊你一声三言 我不给你面子 你就是个屁 还踏实 王 还罪上加罪 我们何罪之勇 我们在 惩戒逆贼 如果这都算犯罪的话 那我你可 罪该万死 没错 罪该万死都便宜你们了 难道你们真的不怕王爷灭你们全族吗 哈哈哈哈 张高 脑子没毛 那个是 前面上两个贱民 天色王大人的王位 这已然惹罪了天色王 随后 天色王 自逼我大学的守护神 如此宽王之族 你不赶紧出手将其诛杀 以维护天色王大人名誉 让我们下跪 跪这个贱民 如此大逆不道 拨乱世间的逆贼 世间本就不应该存在 今日 我三大家族 拨乱反正 大人 好一个大逆不道 好一个拨乱反正 王爷 蒋三请求 将三大家族 就地割杀 神灵 你真以为有蒋三召着你 我们就能怕你 实话告诉你 在天色王大人面前 他蒋三 就是个蝼蚁 你这个老 真是 孩子也可爱 我能理解 当着老婆孩子 耍耍威风也很正常 你错就错在你个行为 会让你的老婆和孩子 被葬 燃指天策王位 灭视天策王威 陈礼 你自当该死 可是 你有想过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吗 若是你自断生路 还恩于天 他们 我可以帮你照顾 用你一命 换他们两命 值得吧 陈礼 要不 要不 我们还是走吧 妈妈 我相信爸爸 会保护我们的 王歇 谢谢 死到临头了 你还吹牛逼呢 我佩服你这勇气 还是 你藐视天策王大人 谁都救不了 此时此刻 若是你还有一丝一毫 对天策王大人的机会 你就应该自断生路 还恩于天策王 还恩于大宣之天 我劝你还是自断生路 还恩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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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这就是谜 人意要你死 你小活都活不成 小三 你还在执迷不悟吗 你还要袒护他吗 我还忠于天策王大人 就应该当即斩杀此贼 等等真是可笑 你们可知 他就是大玄的守护神 你们竟敢裹挟民意 以天策王大人的名义 讨伐天策王 你们罪该万死 就算诛灭九族 也不足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儿啊 你真是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我们维护天策王大人的尊严 顺应民意 隔罪之影啊 倒是你 总空这个逆贼 私自做王爷的宝座 折损他的威力 尸而无间 而我们 让你行使之权 斩杀此贼 你正是听 你却处处谈 这是终于天策王大人吗 你这分明是 意图谋反 哈哈哈哈 谋反之人 是尔等 无心无形 诚如明镜 所作所为 皆为正义 无心无形 诚如明镜 所作所为 皆为正义 谢谢 罗正明 你还忠于天策王 现在就诛杀此贼 否则 当下天策王大人来的时候 我张家 定会重重的参与一本 摘掉你这个尸首的 小小的 一杀猫 我江州刘家一同 我江州赵家一同 我江州刘家一同 我江州钱家一同 我江州孙家一同 陈礼 你还不自裁吗 你要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帮你的人 陪你一起陪葬吗 你还要活在 你的一厢情愿里 到什么时候 我三番五次劝你 你却内心狭隘 目光短浅 更不知天高地厚 你如此 你陈家一是如此 你该认命 赵海晴 你总是如此 自以为是 挽救 短浅 不知天高地厚 哼 你所谓的挽救 不过是为了满足你那高高在上的虚荣心 你所谓的短浅 不过是我在你三大家族的玄势面前不给低头 你所谓的不知天高地厚 你可知 这天是由我设立 这地 是由我丈量 我说这天有多高 它便有多高 我说这地有多厚 它便有多厚 我说这大旋有我定 我说这民意由我去 我说这九州皆臣服于我 这四海皆以我为尊 我说 世间 无人可让我认命 我说 我就是你们拼了命都想要攀上关系的天侧 我说 为什么 你们才是短浅 你们才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说 这三大家族也没有必要存在 蒋三 老孝 遵命 三大家族处犯王威 今日 三大家族江州除名 凡 参与此事者家产充公 以警校友 天侧君何在 在 天侧君何在 在 天侧王才能命令天侧君 他陈礼凭什么 难不成 是时候还 不可能 天侧王的儿子饶命 我们只是一时鬼迷了心 假的 演员 你们都是演员 江沙 是你串通 这个陈礼找的演员 假扮了这场天侧王的宴会 目的就是 蒙骗我党 献给天侧王的礼物 你要图谋我党的家产 好 酸气 对 没错 这一切 都是你和蒋三 设出来的骗局 陈礼 你不可能是天侧王 你绝不可能是天侧王 你终究还是 当初那个被打断了腿 灰溜溜逃出江州的 陈家废物 赵海晴 活在一厢情愿里 是你 不是我 陈礼 你说这么多 无非都是为了掩饰你那作祟的虚荣心罢了 骗的 三大家族 这就禀报天侧王 到时候我看你死 期待着 向你求饶的样子 就像你爹 当年死就一样 大胆 陈礼 莫要一时得势 嚣张狂妄 你敢杀我吗 敢杀我吗 若是杀了我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谁杀了你 杀了你我照样可以找到幕后之人 押下去 押下去 输 你敢 你敢动我一下 我让你全家精神不宁 走 走 走 陈礼 陈礼 你别以为找一些演员来假扮天侧君 却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侧王了 你绝对不可能是天侧王 陈礼 我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的 走 走 陈礼 我不会放过你的 陈礼 你假扮天侧王了吗 妈妈 爸爸就是天侧王 你会真快 进 上 一下 西兵国公 江州起店 江州张家刘家赵家 已被满门灭祖 家主打入死楼 择日候审 待证据确凿之后 凌迟处死 派人出去 秘密将他们救回 是 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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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已按照您的风 将张锋刘金虎二人 押入大网 并将张家刘家以及赵家 全部抄家 凡牵连陈家一事者 斩首 从此 江州再无三大家族 王爷 属下有意义 为何不将赵海青二人 押入大牢 反而流放在外 赵海青张鸿打的 并非罪魁祸首 真凶令有他人 他们得知 家族覆灭的消息 定会全力挣扎 追求一线生机 你觉得到那时候 救大方的会是谁 救赵海青的又会是谁 斯林莫后一首 只要他们有所勾结 他终究是 只要他动 就 霍天策去打 夏 近期你一定要密切 观察他们的动静 有什么风吹扫动 立刻引爆 是 属下明白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 你这么做 天策王怪罪下来 不用担心 我说过了 我就是天 你是不是假扮天策王 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 你会保护我和林莫的 对吧 那当然 我陈里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伤害林莫 那就够了 你是不是天策王不重要 这些年 你没少受苦吧 比不上你 哥 你回来了 放心 李神医 我弟弟的状况如何 克服前云 小陈先生双腿虽惨 但是老夫施展鬼门神针 搭配药材 不出数日 便可正常行走 只是 内伤 恐怕 神医 请您救救我 李神医 有什么需求你尽管提 只要能救我 只要能救我弟弟的命 大选的东西 你尽管说 有一种药材 九转还阳草 若能得到此药材 老夫 定然能保证 小陈先生 安然无恙 如今我臣家落魄 此等世界罕见的药草 我们去哪儿寻 哥 放心 九转还阳草 我定然寻了 库里可还有九转还阳草 启禀王爷 库里已无九转还阳草 朝我命令 搜寻九转还阳草 谁若献上 有重伤 属下这就派人去寻 务必将九转还阳草寻得 交给王爷 好 张峰那边情况如何 他们得知 抄家灭族的消息之后 很是慌张 应该很快会想办法 联络幕后黑手 我倒要看看 这幕后黑手 究竟是何人 京城那边如何 您大驾京城的消息 已经传出 京城各个世家 已经开始筹备迎接您 您的宴会 会由京城李家亲自进来 传话有一份大理要线 恭候您大驾 李家 怎么换个大房子吧 这个房子啊 有点像 讨厌 我要一个大房子 好好吃饭 好 那 换房子的钱 不用担心 我之前想收贿 传家宝的钱 不是没用出去吗 账号买房子了 可那钱 我要带房子 好好吃你的饭 不要不要不要 没事 用来买一栋房子 戳戳有余了 等我们搬过去 咱们有空了 一起去京城玩意儿 京城 妈妈 你没去过京城吗 妈妈 我们一起去京城吧 晓晴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陈李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这里很贵的 因为我 已经买好了 你怎么都不说一声 买都买好了 走 进去看看 看看这是谁啊 这是你配来的地方吗 李雪晴 穿得这么穷酸 这么多年 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 活该你一辈子打工命 该不会 还是一个月几千块钱吧 啊 果然是条贱命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从京城来的 宵街哥 宵公子 是我的男朋友 今天过来呢 是想看看他送给我的云顶别院 你都好几千万呢 你这辈子 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李雪晴 以你的 见识和地位 肯定连萧家的名字 都没听说过吧 啊 怎么 不介绍介绍你身边这位啊 该不会 和你一样 也是打工的吧 这傻比谁啊 都没人理他 自己穿吧 你 我脑子有病 小圣 你管管吗 行吧 胆子挺大呀 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 现在 自己长嘴 直到我满意为止 不然老子亲自断了你的腿 巧了 我也喜欢给别人一次机会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道歉 我可以饶你 哈哈哈哈 敢跟我这么说话 你是第一个 不过是江中来的香巴老 萧家萧绍 可是京城三大家族 仅次于李国公李家之后 稍稍动动手指头 可就能戳死你了 不过是江中乡下的野狗 吃了两口屎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是吧 我告诉你们 和我们萧家比起来 你们就是蝼蚁 我稍微的动动脚啊 就能踩死你们 现在识相的 立刻给老子跪下 还有 哎呀 这个小娘们长得倒是很水灵啊 哎 你 把她衣服现在给我扒光 老子要玩她 等老子玩爽了 就饶了你 哈哈哈哈 小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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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吧 你 你可打我 我可是京城萧家大少 你找死 李雪晴 你这个贱人的狗拼到 感动小圣 你们等死吧你 好啊 到时候 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 哎 哎 哎 小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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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哎 你的脸 你的脸 你 你你还敢打我 你还敢打我 我要弄死你 哎呀 小圣 你没事吧 发生什么事了 保安 这两个人 擅闯云顶别院 还动手打伤了业主 快把他们抓起来 那 不仅擅闯云顶别院 还敢打伤我们的业主 乖乖束手就擒 乖乖束手就擒 我才是云顶别院 零零一动 我倒要问了 为何我的家中 会出现别人 不好意思先生 这可是我们的疏火 我立刻就把他们轰头 怎么可能 你事情 你是贱人的狗拼头 怎么可能买得起云顶别院 还愣着干什么 快啊 快快快快快 快 你放开我 你给我等着你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 你给我等着 萧哥哥 你一定替我报仇啊 我 小手 小手 小便三 我告诉你 折罪了 折罪了我们萧家 我要让他 生父如死 手机呢 手机 爸 我被人打了 谁啊 不知道我们是京城萧家吗 一个叫李雪青的贱人 还有一个姓陈的小杂碎 回离王爷 张峰 刘金虎二人已经逃脱 赵海琴已经有人接应 根据探子的消息来定 他们已抵达京城 目前暂不清楚幕后黑手是谁 据数下来推测 无外乎京城三大家族 京城 三大家族 继续跟踪 我要知道幕后黑手究竟是何人 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是 属下明白 九转花羊草进阵如何 回王爷 根据最近几天的消息 唯一一株九转花羊草 可能在京城三大家族的李家手中 李家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看来这京城是非去不可 通知下去 就说本王于三日后 驾临京城 让三大家族 做好迎接准备 是 属下明白 京城李家 李国公 最好不是你 否则 小心 你怎么 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什么事 其实 其实我是京城李家的人 我父亲是李国公 还有这种好事 那我不是可以吃点饭吗 怎么了老婆 赵姑娘应该已经听说 几日之后 天策王大人会驾临京城吧 没错 我散尽赵家所有家财 只为一睹天策王的荣光 侍奉在其左右 只可惜在江州的时候被陈礼破坏 他串通蒋三 假冒天策王举办宴会 并谋取了我等 我等献给天策王的礼物 还把我们三大家族一网打尽了 所以 我此次前来李家 就是想跟李家达成合作 赵姑娘觉得 我如何啊 李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赵姑娘何必装上 京城以我李家为首的三大家族 耗尽心血 连夜建造此塔 就是为了迎接天策王大人的荣光 以你赵家的体谅 根本不值一提 只要你与我联姻 等到天策王大人 娶我李家女子为妻妾之时 我就是天策王的兄弟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天策王的弟妹 你赵家摇身一变 就成了王族 岂不快再 伯公 你慢点 远山哪 远山 见过几位 远山 见过几位叔叔 李公子 又何以行辞大礼啊 就是啊 不敢当不敢当 远山作为晚辈 晚辈见长辈 岂能无礼 你看 这李公子 平均不凡 气宇宣昂 这形势又不是风度 师乃大家之才啊 不愧是李国公的公子 亲日一见 果真是名不虚传的 那是那是 你 你们 海强 别来无恙啊 赵家主 你该不会是以为我们都死了吧 会吓到你吧 没有 这位便是赵家家主啊 今日一见 正如全子所言 果然是国色天香啊 多谢国公 各位都已知晓 天策王大人 三日之后 抵达京城的消息 不知 不知 有什么想说的吧 国公大人 我想知道 此次消息是否准确 国公大人 我等也想知道 之前在江州 江州市市守蒋三 为天策王举办宴会 实际上是陈家的陈礼 假借天策王的名号 想谋夺我三大家族的财产 正所谓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我和二位叔叔 也是不得不防呢 是啊 李公子为何发笑啊 两位叔叔 赵小姑娘 你们现在身处何处啊 京城啊 对 也不对 李家 赵小姑娘说的没错 李家 京城李家 我李家得到消息 三日之后 天策王大人会清零京城 需要我等三大家族准备迎接 这宴会 当然是由我李家举办 李公子 这有何不同啊 我父身为国公 所收到的消息 都是天策王直属传达 自然错不了 这 便是不足 也就是说 三日之后 乃是天策王大人 亲自驾临京城 到那个时候 陈家余孽 可耍不了任何花样 更何况 那陈家的余孽 要是肯来 敢向上次那般 狐假虎威 假冒天策王大人 我李家 定然将此贼诛杀 以护卫天策王大人的迎面 我李家 可不是手无腹机制 杀 杀 杀 李公子 李公子 这 几位叔叔 照顾我 你们大可放心 我李家护卫的实力 就算是天策王 亲卫军 都可一战 要是那陈家余孽 当真敢来 我李家 定然将其拿下 为几位叔叔 报仇 我姑大人 我等 愿为李家 马首施斩 没错 以李家 马首施斩 不急不急 向我李家 这条后路 与天策王 皆为亲家 小小的陈家余孽 还用得着你我动手 只需一句话 天策王大人 定将其赐死 赵姑娘 你考虑的如何了 与其却争夺 那虚无缥缈的 王妃之位 不如与我联姻 到时候 你赵家 也算是天策王亲呢 赵家主 对天策王 如此仰慕 不瞒国公 我确实是 惊慕天策王已久 李公子才华横溢 知识良配 只是我已发誓 对天策王不嫁 所以 只是我已发誓 非天策王不嫁 所以 无妨 赵家主 既然你已经倾心于天策王 我李家又不是不讲道理 只要赵家主 与我李家 达成一项约定即可 国公尽管说 虽然我李家已有人选 可惜 人尚未寻回 这是为何 都是老夫年轻时 一段孽缘呢 不提也罢 赵家主只要答应老夫 如若 没有寻回那孽女 赵家主要替我李家 与天策王 结晴 既然李国公如此抬举我赵海情 那我海情自然也不能不失抬举 多谢国公 我们现在啊 主要是攀上天策王这棵大树 虽然我身为国公 家女也是国色天香 可是 她毕竟是天策上将军 大选唯一的王 如今 堪称这史上最有权势 最强大的男人 此等人物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所以 我们自然要互相合作才对 赵家主与小女站在一起 两朵娇花 争其斗艳又相得益彰 这才是最稳妥的呀 说得好 李国公所言 这些句句都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国公大人啊 我等 确实不如您啊 大哥 我找到了 找到李雪晴了 什么 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的父亲 都是我的母亲 把我拉扯大的 后来 她找到了我和我的母亲 把我们带回了李家 刚开始还好 慢慢的 一切都变了 今天的饭 一碗西饭 怎么够我们两个人吃 吃不饱 现在吃的饱了吧 满地都是 够你们娘俩 舔一整天的 废物 从那之后 我跟母亲每天都在挨饿 我们仅有的食物 就是一碗西饭 我们连李家的门都逃不出去 下人更是对我们拳打脚踢 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那个男人都没有管过 在那之后 我从李家的下人口中得知 当年是他强暴我母亲生的我 之所以带我回李家 是因为他准备把我当成连衣的工具 在那之后 我母亲死了 李家的下人说 说他是上吊自尽 但我知道 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但我知道 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我拿着仅有的几百块钱 跑到了江城 然后就遇到你 看来我们的相遇 是命中注定 这仇得报 可他是国公啊 这个不是问题 你只需要回答我 如果我要杀他 你会来我吗 这个世界上 我的亲人只有母亲 林梦和你 没有其他人了 那就够了 这仇一定得报 哪怕他是李国公 那又如何 我 我有知觉了 陈先生 幸不如命 小陈先生 若是 无意外 双腿 如同好人一般 接下来只需 安心休养 切记 寒气不可入地即可 多谢李神医 陈先生 折上老夫了 能帮陈先生 老夫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哥 我又能走路了 我又能走路了 李神医 您当真是在实话图 当不得 当不得 老夫 这是尽一些绵薄之力 一切还是要靠 小陈先生 鸿福齐天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你 李鬼手 我弟弟的身体 中够如何 小陈先生 已经被我用 鬼门神针 治好双腿 稳住五脏六腹 三日内 养 三日之后 若是寻不到 九转还阳草 老夫 也只能尽力了 这 这可怎么办 哥 我 放心 三日之内 九转花羊草 哥定然给你寻来 王爷 不好了 夫人出事了 这什么 有没有好好上课 有 没有打同学吧 爸爸说过 轻易不出手 既然要出手 必须打疼对方 所以 林梦不会出手了 你爸爸竟然教你这些 爸爸还教了 文武功 现在 我都能打死老虎了 真的 我现在回去就找他算账 我的好姐姐 许久未见 你连女儿都有了 林月山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 当然 是来找我的外甥女了 你是叫林梦 对吗 来 让舅舅抱 你要干嘛 林梦 不要担心 你算我李家的人 而且我是他亲舅舅 怎么会害他呢 你要什么都可以 放了他 这话你不应该问我 你自己很清楚 你应该做什么 好 我答应你回李家 但你放了他 你没有资格讨价还价 而且 鉴于你上次逃离了李家 我们的大外甥女 得和他舅舅一起住 带走 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回事 血情被人带走了 夫人进行驱行小主 放学路上突然被带走 现场 并无挣扎打斗的痕迹 属下派来的车后传来的消息 对方的动向 是往京城伏袭 大概率 是京城里枪 京城 李家 真是阴魂不散 我还没找他们呢 他们却自己找上门来了 九转槐阳草和张峰等人的消息如何 回王王 九转槐阳草已有下谋 当前世上唯一一竹 在京城李国公手中 另外 张公刘金虎二元 也已有下谋 也在京城李国公家 并且 由李国公亲自接待 另外赵家主赵雪晴 严议抵达李家 疑似于李家 达成了某种房子 李家 李国公 竟然真的是你 没想到命运竟然真的如此奇妙 李国公 你恐怕 也想不到 命人保护好我全家 另外 传王命 给京城三大家族就说本王很快就到 让他们跟我跪着 迎接本王驾临 是 属下遵命 众将士 是 随本王进京 诸国贼 乖女儿 你离家 这么多年 你可知道 一个当父亲的 有多么想念你吗 这么多年 你受苦了 竟然是你 没想到呀 你竟然是李国公之女 啊 陈家瘀孽的妻子 竟然是国公的女儿 这孩子 是你的 你 你竟然有孩子了你 说 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那不就是陈礼的吗 这是将军陈家那个孽子 你 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可知道 你的身子 是要献给天侧王大人的 若让天侧王知道 我李家先生的李家之女 是个别人玩生下的破鞋 你让我的脸面往哪儿搁 你让整个李家的颜面至于何地呀你 李家 颜面 与我何干 自从你杀了我母亲 我就没有你这个父亲 住嘴 你母亲是上吊自杀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坏人 让各位见笑了 李家处自孽女 实乃家门不幸 惭愧 惭愧 赵家主 此次接亲 害了我李家 要以你为主了 所以这个孽女就当作天童 赠送于天侧王做婢女 赵家主 意下如何呀 海情多谢李国公 若此事能成 海情定不会忘了国公的大安大德 海情 愿拜李国公为义父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来来来 快起来起来 恭喜国公 恭喜李国公 多谢 多谢 有这个笑 不怕陈家的孽畜不来 等我李家与天侧王成功结亲 我当上了天侧王的岳父 去去陈家孽畜 何族去 到那时候 你们带着这个笑 那陈家的孽畜 还不任由你们拿捏折磨 多谢国公 这也幸亏当年 你们帮我搞定了陈家 才有了李家今天的地位 来人 把这个孽女 你我关起来 灵魂 没有 天侧王 不日将抵达京城 我李家接到的消息是 让我等桂莹 二位也是如此 的确如此 此次 天侧王传令 与之间截然不同 这其中 或许有什么变故 倒是因为陈家那个逆子 陈家 当年那个陈家 当时 当年 我们联合江州三大家族 密谋好多陈家 借助陈家的资产 我成了国公 二位 成了京城三大家族之一 而那陈家的孽种 偏偏没死 反而回到了江州 如今天侧王的态度变化 多半是因为他假扮 从而触动了天侧王大人 这该如何是好 天侧大人为此震怒 陈家于孽 再为此作梗 以他杀伐果断的性格手段 恐怕我等 此事 不用挂在心上 那陈家孽子之女 正好在我李家的手上 如若 他不想那些 不是 他就得乖乖的当狗 听话 哪怕 让他吃食 他都得乖乖照做 国公高明 话虽如此 但就怕这个孽种 鱼死网破 不得不放 因此 我希望二位兄弟 能够全力支持我李家 我李家 此凡若能与天侧王结亲 那陈家之事 便不是问题 到时候 要伤了陈家的逆子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当然了 我李家 也不会忘记二位 二位 觉得如何 我萧家 愿全力支持李家 我刘家 也愿全力支持李家 好 来 喝茶 王爷 确定今天不带天色金吗 不用 今日这里国公 我倒要亲自见识见识 二位 跟你们说呀 这里面 你们不能进去啊 李国公在里面缠绣呢 你们不要命了 你们 此话真讲了 先生 一看你们就是外敌 这李国公在京城 无无王法 横心霸道 特别是他那个儿子 倪远山 更是个垃圾 那平常谁要是多看他一样 他非打你个半死 他要是看上谁家公娘 二话不说就抢走啊 不折腾死不罢休啊 活脱脱的一个土匪啊 我那可怜的儿子 就是因为遇到了李远山 才被活活的砸死 如此霸道 这京城的寻手 难道都不管啊 寻手 这京城都快成了李家的天下了 还许手呢 早就成了李家的狗了 谁要是敢去高壮的话 不问秦鸿造办 先打你个半死 关起来再说啊 好啊 这李家 这李家 该当满门朝着 可不能乱说 你们赶快走 小伙子 像你女朋友长这么漂亮 我一让李远山看到了 你们就走不了了 老先生 你放心 天侧王大人马上力临京城 到时候 天侧王大人 硬会给你们讨个公道 天侧王 这李家财大叶大人 恐怕到时候 天侧王也就姓李了 爸 快走吧 哟 今儿个运气不错呀 小美人 我们现在怀疑你意图不管 跟我们走一趟 调查调查 李家一个小小的侍卫 都如此嚣张爬户 光天化日 强强民女 你们眼里 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在这儿 老子就是王法 你一个小憋三 是不是找死啊 信不信老子 打断你的狗腿 然后当着你的面 蹂躏这位小美人 李家走狗也敢造词 你们打了李家的侍卫 他们李家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你们赶紧走吧 王先生您放心 天侧王大人啊 定会给你们讨个公道 这李家 也定会付出代价 你们不能进去啊 是谁 敢打扰李国公禅休 是活得不耐寒了吗 李小子 知道这是哪儿吗 小憋三 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不如 教教我 他妈的敢动手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打倒他的狗腿 他妈的敢动手 你死定了 是吗 我不信 敢在我李家杀人 你们想死 怎么 只许你李家正是欺人 横行霸道 一言不合便杀人 不许别人杀你李家的人了 哈哈哈哈 有没有搞错 我爹是国公 在京城 我想杀谁 就杀谁 他们有当国公的爹吗 没有 就老老实实地受着 一群贱人 本少杀他们 那是抬举他们 怎么 你好像不服啊 你竟然敢不服 哈哈哈哈 现在服了吗 本少想杀谁 就杀谁 你还有什么意见 现在 过来给本少磕头认罪 本少说不定大发慈悲 让你做我李家的狗 你要是不识相的话 本少就亲手挖了你的皮 挂在我李家的大门上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跪下 正好正好 本少就缺一个硬弧档 让本少打断你的腿 弄断你的手脚筋 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我玩这个小娘 到那个时候 你不想看 也得看 找死 哎呦 好辣呀 辣得好啊 我就喜欢辣 把他们给我拿下 注意 别伤了我的小宝贝 伤 我当真没想到 陈李的妻子 竟然是李国公的女儿 我不是李家人 她也不是我父亲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 你都是李家之女 如果当年你没有选择陈李 现在你就有机会 嫁给天策王 这么多年了 可曾遗憾 若是自己选的 后悔又有什么用 更何况 我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嫁给陈李 又怎么会后悔 那可是天策王 那是大玄最强最有权势的人 大玄的守护神 你当真不心动 即便是神 不为我所爱 那又如何 你本来有机会的 我希望你 不要后悔 有些人 错过了 终究是错过了 也希望你 不要后悔 能成为天策王 那帮盖世英雄的女人 我又怎么会后悔 陈李 你当真敢来 我有何不敢 原来 你就是陈李 陈家余孽 是父的畜生 抱歉 没有忍住 你这次来 是来找你的老婆呢 还是找那个 你如果再说一句小子 我杀了你 我好害怕 陈李 你若现在离开 还有一条活路 李家之墙 你远远不能想象 离开 别想得那么简单 你闯我李家 杀我李家护卫 先是 你若不给本少 磕头认罪 等我回去 我就把那个小 一颗一颗的敲碎 怎么 你刚才 是要杀我吗 我好害怕呀 脑虫 你根本就不敢动手 我爹是李伯公 我李家 马上要和天策王结亲 你敢吗 你觉得 我不敢 都还不够多吗 是 怎么 还不敢动手 不敢动手 就给本大少 跪下道歉 再喊几句 大少我错了 再也不敢 要不然 回去 可有的瘦了 啊 哈哈哈哈 那 那 现在 陈李 你当真是执迷不悟 自寻死路 这里可是京城李家的地盘 莫非 你假扮了天策王 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天策王了 本来你若乖乖离去 我赵海情成为天策王的妻妾之后 还可以庇护你的妻女 天策王大人亲自驾临京城 你再也不能如同上次一样 假借天策王的名号狐假虎威 现如今 你自寻死路 陈李 这都是你自找的 陈李 你敢动我 上 把他给我废了 是 陈李 你不能动我 我是李家大少 我爹是国公 你不能动我 啊 我动了 陈李 我劝你还是放了李少 你想想你女儿 李少出事了 你女儿也活不了 李错 爸爸 陈家的孽种 如若不想这小女 性命 就乖乖放了我儿子 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没错 你要是不想那小年猪受罪 就马上放了我 自断双手双脚 你们好像搞错了一个问题 现在 不是你们威胁我 而是 威胁 你可威胁我 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 死去 你李家当真目无王法 胆大妄为 在这京城里 我 就是王法 当真不怕 我杀了你 爸爸 我不怕 李国公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你为了救你儿子的命 用你外孙女的命 来威胁 你觉得此事 要让天侧王大人知道 天侧王大人 会作何感情 天侧王又怎会重用 杀起你外孙女 天侧王若是知情 一定会亲手 我灭了子 嗯 好你这牙尖嘴里的 陈家有意义 紫霞 把我帽子回去 让他们走 爸爸加油 打倒坏蛋 现在 你可以放了我儿子吗 如若不然 我一生令下 定将你乱刀砍死 天侧王大人 驾铃在即 不敢大张旗鼓地杀了我 要不然他定然 不会轻饶你 陈家余孽 还不放了我 天理 莫自悟 快放了李少 要是让天侧王知道了 再加上江州的事情 你就必死无疑 你 你笑什么 你帮了我 我要你死 天侧王大人 你 我说过 我再敢叫他一句小 你杀了 我陈丽 你说的 陈丽 你 你杀了我儿子 来人 给我 你当真敢对我动手吗 你不怕李家四军被天侧王大人知悉 这哪有什么四军 这分明是我李家的护卫 你闯我李家 杀我李家护卫 又将我儿子当中杀死 你此举动 已经触犯了大选的律法 按律当斩 今日 我就算是杀了你 天侧王大人也不会怎么着 当手 教主 谁 是谁 竟敢在京城李家闹事 活腻了 问过我张三没有 就是你小子 擅长李宅 行凶杀人 李公公 张三巡长 你可算是来了 这个贼人 死闯我李家 行凶杀人 我那可怜的儿啊 就是被此贼所杀 胆大妄卑 罪大恶极 还请张三巡长 暗虑将此人逮捕审判 换我李家 一个公道 好大的胆态 赶尽李家 行凶杀人 把他给我带走 真假的孽主 如今 寻手赶到 这是人赃并火 证据缺凿 反抗 那就是抵抗大选的律法 该当死罪 欲 你的眼里还有欲 你现在说什么 都救不了你了 哪有那么多废话 乖乖束手就行吧 你这个小孽种 你再能打又如何 你敢违抗大选的律法吗 陈李 这都是你自找的 终究还是李家 济高一筹 畜生 陈家的畜生 你竟敢杀我儿子 你找死你 当我李家 与天侧王 结成亲家 陈家这个孽种 我让你 求胜不得 求死不能 国公大人 你息怒 息怒啊 让我揭晓了 国公大人 要报仇 何必等那么久啊 此话怎讲 国公大人 现在就是 报仇的最佳时期 此时 陈李已被关入大牢 无处可逃 京城巡守 又为您马首是瞻 此刻 我们便派一杀手 秘密地潜入大牢 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能孽种 斩杀 好 这件事情 就照你说的做 至于 这个杀手的人群 国公大人 我二人 用我们的全部资产 请到了 当今杀手 裁航棚 第一名的杀手 鬼影 国公大人 这鬼影 曾经单枪匹马 闯入 千人重兵把守的 密不透风的状态 无声无息之中 暗杀掉了当时的大厦 第一手 亲此一事 立刻容登杀手 排行榜 第一名 许多富豪 唯恐自己被暗杀 不惜花费重金给鬼影 以求取 免死金牌 哎呀 有这鬼影出手 这想来 万无一失啊 公大人 我保证 臣家于你 我不过金吧 您就 尽后加阴吧 哈哈哈哈 大胆 在我张三面前 还不赶紧如实招来 招什么 招什么 无缘无故杀害李家公主 证据缺凿 还要狡辩 来人 诺招 等老子把这个塞到你嘴里的时候 你行 扫描视频中二维码 领取拳王免费短句 无门槛 无任务 真免费 永久包更新 找 都没机会了 然后把你的牙一颗一颗的拔出来 别担心 不会疼的 人行逼供 好 我想问 你们眼里难道没有枉法吗 你妈一个杀人犯 一个是父的人 好意思跟我说枉法 我告诉你 在这儿 我就是王法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顾服也得受着 小骗子 我听清楚了 李家奸言吕略 无恶不作 你们身为大权巡手 非但不装 反而助纣为虑 鱼肉百姓 我想问问 你们有几个脑袋 助纣为虑 死的不过是一些贱民穷鬼罢了 他们死不足惜 他们当时但凡给李家少爷跪下磕头认错 我还会来这儿吗 我告诉你 我这叫秉公执法 他们死根本就不算什么 好 好一个秉公执法 小子 你笑什么 在我们寻找面前笑啊 活腻歪了吧 啊 如此秉公执法 你们也好意思说得出口 怎么 不服气啊 告诉你 不服气也得给我受着 你 你 你 马太挺硬啊 你 我你们 如此藐视大寻律法 助纣为虑 惨害忠良 当真 我怕死 死 告诉你 李家现在 恨复上了天侧王 我跟着李家 谁敢动我 谁敢杀我 陈李啊 你平白无故 杀害李家大公子 我告诉你 在经常 敢动李家的人 只有一个下场 就是死 来来来 让我给你盖个章 放心 弄不躺你 你 你识人识鬼 你你你别过来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别伤我 无冤无仇 怎么会无冤无仇啊 你要杀 救杀他 是他杀了李家 是他杀了李家人 他 他 王爷 起来吧 你是天色王 现在告诉我 你有几个脑子够看 王爷 王爷饶命 王爷 王爷 我不是故意的 是李家 都是李家 胁迫我 我也是 不不得已啊 他拿我的家人 他拿我家人 开玩笑啊 王爷 求你饶了我吧 王爷 不得已 那些曾经被你 污蔑陷害 驱打成招的 也是这般穷 你驻骂为虐的时候 可怎想会有今天 我 我 你 这 这 在小 公持法 爸爸 嘿 小灵梦真乖 我想妈妈了 放心 妈妈不会有事的 王爷 烟会已经在李家举办 京城三大家族 赵家家主 赵海晴等人 已悉数到头 我也用鬼影宣布 与张峰等人取得联络 派出天策君之后 紧密结实 保证张峰等人 不会逃跑 另外 李家也已经把九朵 环腰草拿走 准备现了 如此最好 是时候两天一切 无论是张峰 也是小灾 行吗 我们一起去救妈妈 好 我们一起去救妈妈 爸爸 总有一天 我会拿起这件的 好 那你要好好吃饭 不能挑谁 知道了 中将士 朱讨国贼的时候到了 随我 敬李家 朱讨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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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李公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来来来 坐坐 恭喜了 希望李家 希望李家 与天策王 结亲后 不要忘了我等啊 哪里 日后还要仰仗各位 此宴一过 李家 直上云霄 与天旗 到那时候 京城的李家 怕是大悬的李家了 李家的成功 二位的功劳 这天 二位的一分 那就恭祝李家 马到功成 步步高升啊 太大了 又要不成了 不妨 天策王大人 你点语怕啥 对了 实行办得如何 根据鬼影 传回来的消息 那聂障 已经死了 我在动手的过程中 有三个寻手 还是被鬼影 一起给灭了 不妨 不过是李家的 几条狗而已 死了就死了 大不了 再殉几只 既然事情 已经结束了 那个聂种 也不会再出现了 你们留下来 一起面见天策王大人 过公大人 这不合适吧 毕竟我们是通缉在逃之 不用担心 那我成了天策王的岳父 通缉一事 不过是我说句话而已 多谢国公大人 京城柳家 送金条五十箱 价值十亿 商业大楼一栋 价值两亿 佛光舍利子一枚 价值三个亿 百鸟朝凤土 不愧是京城 三大家族之一啊 随手便赠予了 天策王大人如此厚礼 真是让人羡慕啊 是啊 这随手一送 便是二流家族的全部资产 不愧是三大家族之首啊 京城萧家 送名贵珍珠二十箱 价值十亿 京城湖边别墅一栋 价值五亿 佛光琉璃 玉座金佛一剑 价值五个亿 唐伯虎真迹 这萧家的铺利 更甚柳家呀 这萧家和柳家 虽然好合 但是要论起过 那还是当初我们李国公 听说 他为了拍赏天皇 这次 所准备的课 那堪称 绝是罕见 京城三大家族之首 李家李国公 送金条一百箱 名贵珍珠一百箱 价值三十亿 武侯宅邸 价值十亿 白玉龙喜 价值二十亿 龙朝五道徒 世间无价之宝 九转华阳草 外加 我李一家二女 一女为妻妾 一女为婢女 妻妾美军是真宝 一同献于天侧王 祝天侧王大人 神威无敌 与世无双 唯震天下 当真是局势罕见 小家柳家献给天侧王的艳礼 加起来都还没有李家珍贵 这李家当真好汉 竟然将李家女子奉上 这李国公 怕是将整个李家 都献给了天侧王 看来此次 李家与天侧王一事 是在必得 是啊 李国公将女儿 嫁给了天侧王 感动得上天 天都情了 看来事情已成 我们只需静等天侧王 大驾光临了 是啊 如此重礼 换作世间任何一个人 都会心动 我想天侧王大人 也是如此 从今日起 这京城的三大家族 就变成了大玄的三大家族了 啊 这陈家该死的孽子 要不是他 现在登上大玄巅峰 那就是我等家族 可惜那星辰的小畜生 已然身死 我不能亲手将其斩杀 放下抽筋 错骨扬灰 已陷入心头之痕 不过 这个小畜生虽然死了 还有其他的小畜生 你莫非忘了 这陈家 还有陈圣陈云二人 对 我定要折磨那陈云 求证我弄死他 我要再看了 他不会再出现 他已经被抓进大牢 从那个门口出现 只会是一个人 那便是天侧王 你死心吧 从今以后 全心全意地侍奉天侧王 哪怕是为了你的女儿 那也算 不复了他 我相信他 他一定会来的 天侧君到 这 看 天侧王要来了 看来你要失望 放弃吧 他不会再出现了 怎么 你那个狗障人士的老公 还没出现 等着急了吧 你还不知道吧 他呀 已经死在监狱里了 听到了吗 死心吧 他已经死了 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接下来 出现的只会是我的夫君 大玄的天侧上将军 天侧王大人 绝不会是那陈礼 天侧王大人 马上就到了 也不知 这天侧王大人 是何等英姿啊 天侧王 今日 终于可以一睹 天侧王的英姿了 你家的小畜生 着实可恨 若非因为他 我等早已面见了天侧王 不过 今天 也不管 今天之后 我三大家族 将重回往日 荣光 没错 这一天 终于到了 过了今天之后 我李家 就要腾飞于天际 我摇身一变 就会成为大选 乃至全世界 最为尊贵的人之一 恭喜李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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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 我李家 别忘记各位 天侧上将军 天侧王驾到 还起头来 妈妈 爸爸带我来接你回家了 我来接你 陈李 怎么会是你 不可能 怎么会是你 你 你绝不会是天侧王 不可能 你现在应该死在监狱里了 世界杀手第一的鬼影出手 绝不可能失手 你怎么可能活着 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 那倒是鬼影失手了 张大哥 不必担心 他就算再能打 也不是天侧君的对手 冒充天侧王大人 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这可是死罪 陈家的野狗 命还真是大了 我的命向来很大 命大 我看你今天小命不保了 陈家的野狗 你闯我李家 杀我儿子 如今 要在天侧王的宴会上 假冒天侧王 真以为能如此蒙骗过关吗 让天侧王大人降临 亲自将你灭杀了 我就是天侧王 你让我杀我自己 陈李 你这无聊的幻想也该结束了 你绝对不可能是天侧王 这一回 谁也帮不了你了 天侧王 从你嘴里说出来 简直就是侮辱天侧王这三个字 陈李 你之前不是很拽吗 不是很嚣张吗 你继续嚣张啊 你个狗娘养的畜生 天侧王大人的战袍 岂是你能穿的 还不赶紧脱下来 给在座的窝等跪下来 向窝等 磕头 赔罪啊 对 磕头赔罪 快 当初你假冒天侧王大人 骗我家财 又因一己私怨 将我抄家灭门 后又闯入李家 将李国公公子斩杀 此等恶情 你当归我掺赐 归我万次 当初你谋害我父亲 谋斗我陈家产业 我若是畜生 那你们算什么 你有证据吗 你说我们杀了你的父亲 如何证明啊 你现在能耐我和呀 你不过是一个冒充天侧王的叛逆 能耐我和呀 对啊 你又能耐我们如何 等下天侧王大人来了 一巴掌拍死你 什么陈家 谁又还会记得呀 不能耐你们如何 让你们人头落地 够不够 陈李 你到底要假扮天侧王到什么时候 我说你这个傻逼 你究竟还要装逼到什么时候 你以为你穿了天侧王大人的战袍 你就是天侧王吗 还不赶紧跪下 向我们道歉 跪下 跪下 天侧王大人不幸 当真 各位天侧君的将士们 他们分明是假的 假冒天侧王 这是对天侧王的蔑视 这是视天侧王为无误啊 各位天侧君的将士们 请你们出手 诛杀此逆贼 诛杀此逆贼 你就是天侧王大人的不敬 你是叛军 叛国 当初 没错 当初 属下在 把这群祸害百姓 无恶不作的处事 拿下 今日 咱大家 抄家灭族 属下尊命 好大的口气 你笑我谁呢 我看你能奈我何 天侧君听令 你们一定是假的 天侧王大人军 将他们拿下 拼成三大家族 萧家 柳家 李家 朝家灭族 我是国公 我看你们能怎么对我 你绝对不是天侧王 绝对不是 当初你们谋害我的父亲 谋得我臣家产业 我也被你陷害 被打断双头 我本应该惨死 是雪晴救了我 如果没有他 我已经死 没有他 就没有如今的天侧王 就不会有 站在你们面前的我 一个不受待见的贱女 一个被你们谋害的孽畜 今天 该做个了结了 这 就是你们的命 天侧王啊 不 好贤侄啊 都是我 老爷混化 我一时糊涂 我错了 我是你的亲叔叔啊 你父亲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 是他们 是他们啊 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我什么也没干啊 那都是李国公指使的啊 对对对 跟我们没关系啊 我也没关系啊 天侧王 天侧王啊 冤枉啊 不 我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 这些话 我们到下面去慢慢说 为什么 冤枉啊 天侧王 冤枉啊 你怎么不看到 饶了我吧 天侧王 这次 以后 小鱼儿 小鱼儿哥哥 小鱼儿哥哥 我错了 天亮我吧 陆 是你自己选 你赵家财产 我会悉数奉快 别放心 你就留作记忆 今后 也好自如智 回家了 小鱼儿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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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听死 uncontroll 温兴忍